大家好 星期二得道 今天是2022年8月17日 星期三 移民潮在香港一直繼續下去 機場離萬住一片離售別墅 在昨晚的離境大堂 別離場面依然未有減退 有舉家移民加拿大的香港人就說 考慮到香港教育制度急速轉變 所以決定離開香港 他相信在加拿大的教育環境 教具啟發性可以比喻孩子愉快地成長 亦有移民英國的家庭就說 本港的教育背離其固有的價值觀 另外在國安法教育下 這個不明朗情況下 認為沒有辦法相信女兒可以在本港自主學習 所以決定移民英國展開新生活 在九月開學前出發 我都猜不到 我都疑問了 政府統計署最新公布 本港2022年年中人口729萬 按年大減12.2萬 當中 淨遷移達11.3萬 疫情下機場本來冷冷清清 但現在越夜越有機 離興大堂 擠滿了移民送機人潮 不少家人感抱相擁 也有人不敢雷煞當場 我走過一陣子 我都抱住了 有位葉先生一家四口連同 兩隻大的運種堂狗 會去加拿大的 養了五年 葉先生說 當他們是家人的 所以帶他離開 他認為香港教育制度急速轉變 所以是他離開的主要原因 當中他擔憂 最擔憂新設的高中 公民與社會發展科 是最擔憂的這個科 他說以前沒有公社科 我們老一輩是 EPA 即是經濟及公共事務科 但當時 都是很資料化 給資料你自己想 現在他告訴你 你要怎樣想 你不用找資料 你不用背就行了 這些教育不適合小孩 他又提到 數位原任職大學教授的朋友 他的朋友 因為學術的自由收窄 選擇早已來說 如果還讓小孩留在香港讀書 都不知道會變成怎樣 葉先生繼續說 他都不捨得香港的親友 亦對香港有留戀 但是他說 以隨便則逐漸消逝 是不捨得 但是現在少了很多 等於相識一個朋友 好老友的 原來幾十年後不是他來的 那斷捨難離不是很難 就是他一個人變了 他又指本港正逐漸改變 要是要改變到他 如果不是他改變硬理 你改變不了他 就唯有自己改變自己 另外一位BNO 拿BNO 舉家而英 簡單來說 他就說 為女兒 尋教街的學術環境 不怕跟大家說 我都會接我女兒 去外國的 如果我有原理在這裏聽到 就支持一下我 幫我祈禱 記得按LIKE 點擊廣告 建設性留言 社交媒體分享 訂閱我的頻道 月費贊助 多謝你支持 批訓支持 記得我們星期二日報 和星期二日報一樣 你聽到這裏 都是要支持星期二日報 亦都要支持星期二日報 多些分享 多謝你們 拜拜